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对于喜欢追剧看综艺的观众来说 跑男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选项 如果要是有人说自己没看过跑男 甚至是没听说过跑男 那他肯定不喜欢综艺 跑男可以说已经做到了国宗的一个天花板级别 在主题和游戏设计上都相当成熟 完全契合观众的想法 要说一档综艺什么时候最美谱 那就是刚开始做的第一季 那个时候是没有任何参考的 只是凭借着自己的一腔肉血在做 当然,跑男一开始也是有参考的 毕竟国外的收视力和热度也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在嘉宾选择这一块 一直都是综艺节目最大的难点 毕竟作为一档国民综艺来说 面对的观众群体是非常庞大的 什么年龄层的都有 在选择嘉宾的时候 节目组必须要把全年龄段的观众都考虑到 这样才能保证了收视率 这么多集以来 观众最喜欢的一个嘉宾配置就是 邓超、陈鹤、陆寒、李晨、郑凯、安九娃 贝比这六位了 毫不夸张地说 跑男的巅峰是这六位创造的 同时 在节目最巅峰的时候 邓超、陈鹤、陆寒三位也是直接选择了离开 真的是太有勇气了 自从三位元老离开之后 节目的口碑真的是每天都有吐槽声 有说邓超、陈鹤、陆寒三位不知道感恩的 有说李晨、郑凯、安九娃贝比留下是因为接不到其他资源的 总体而言 那就是该走的没走 该留的没有留下来 其实这件事情不能这么说 要不然是很容易误导观众的 人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不懂得珍惜 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如果要是把邓超、陈鹤、陆寒三位和李晨、郑凯、安九娃贝比三位调换一下 我相信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的 说白了 很多人只是在当时那个时代非常喜欢这个六人组合而已 为啥当时就没有人觉得兄弟团有多余的成员呢 在追剧和追踪一这条路上 大家实际上也是在赶潮流 当身边的小伙伴们全都在追跑男 你不追的话就会没有共同话题 就会觉得没有其他人时尚 这个理论反过来也是成立的 当身边有人在吐槽跑男的时候 你要是不跟风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融入不了集体 实话实说 槽点这种东西只要找找就会有 一期节目有人觉得好看就会有人觉得一般 甚至还有人觉得很无聊 这就好比有些人喜欢看小品 有些人喜欢听相声 有些人则是喜欢二人转 对于不喜欢的人来说 怎么看都是能挑出一些毛病的 作为观众来说 我们只需要跟随自己的内心就可以了 我觉得跑男这档综艺还是非常好看的 不瞒大家说 邓超 陈鹤 陆寒三位在的时候是巅峰时期 但那个时候我还真没有开始追这档综艺 当节目开始嘉宾大换血的时候 我追起来了 当然 这一点都不会影响该我追跑男的热情 尤其是有了周深和白露的加入之后 这档节目真的是成了每周的必追想 准时准点享受周深和白露带来的欢乐 一周工作的烦恼可以一扫而空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节目组居然把周深和白露放到了一个队里 这真的是太懂观众的心了 白露这次可是的角色是嫦娥 周深可是的则是玉兔 白露的古装造型无序多说 不管是周深如故还是长月记名 他的造型都让人一眼万年 在综艺节目中玩cosplay是非常常见的 但有些角色的服装造型真的是让人有点一眼难尽 要是和原版相比 那简直就是一个买家秀一个卖家秀 不过 跑男的造型师还是相当在线的 白露的嫦娥造型简直是绝了 让人一眼入坑 周深的玉兔造型同样在线 在所有的男嘉宾当中 周深的造型绝对是最可爱最让人喜欢的 周深和白露这一对站在那里 简直就是天造地势的一对 不要太般配 除了造型之外 周深和白露在本期的表现自然还是非常值得一提的 周深的体力 白露的脑力 完全撑起了这七跑男的热度 第一 周深的体力 只要提到周深 很多观众的脑子里立马浮现出的就是天籁般的嗓音 犹如人间百灵鸟 相比周深的歌声来说 他的长相也是一个加分项 周深长得比较娇小 但是性格却非常开朗 每时每刻都是古灵精怪的 这样的周深让观众觉得很可爱 也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笑点 自从青春环游记之后 周深收获了很大一批综艺粉 毫不夸张地说 现在不管是遇到搞笑综艺还是阴综 大家都会疯狂喊话让邀请周深 当周深参加完一期跑男之后 观众便觉得他就应该常驻 当然 节目组也是非常善于倾听观众声音的 周深常驻可谓是众望所归 周深来了跑男 笑点可以说是有保证了 但观众却依然有担心 那就是周深的体力不行 只要是有体力对抗或者是偏运动的游戏 周深都不占任何优势 虽说这是一个已知的事实 但周深却能在每次对抗中都给观众惊喜 每次面对比自己强的对手 周深都没有说直接放弃 而且敢于亮剑 敢于去和对方拼 周深用自己灵活的身体 给大家带来过太多精彩的比拼 每一次都能让人拍手叫绝 在这期的节目中 周深再次用自己的实力证明 体力不行脑力来凑 是完全可以媲美体力王者的 在蒙眼思名牌游戏中 男生族有李晨 郑凯 范诚诚 沙翼 马天宇 周深六位 在这六位当中 怎么看你都不会想到周深能拿第一 毕竟周深的体力在李晨和郑凯面前那简直就是不堪一击 在其他三位面前也是没有胜算的 不过 周深用这个名副其实的第一名给自己的体力来了一个最好的奖励 在游戏开始之后 每个人都因为大象鼻子转晕了 周深在此时的做法是以最快的动作找到角落让自己缓过来 周深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在最开始眩晕的时候一旦遇到对手 那绝对是会被秒杀的 在沙翼和郑凯两人的捣乱下 周深瞬间就能猜到那个地方会发生战争 比如郑凯在周深背后捏尖叫击的时候 他立马转身逃走 因为他知道肯定会有人来撕他 当沙翼在范诚诚背后捏尖叫击的时候 周深知道他的机会来了 因为李晨和范诚诚肯定会在那个位置开撕 当周深用策略偷袭不成功的情况下 没想到他居然和李晨直接对上了 别看周深的体格比李晨小了一号 但是面对李晨一点都不怂 一边用自己的身体死死压住自己的名牌 一边非常快准狠的就把李晨撕掉了 第二 白露的脑力 在跑男这档综艺节目中 以前一直都是只有N9来卑鄙一位女生 当白露加入之后女生变成了两位 观众自然就会比较了 从颜值上来说 两个人绝对是不分伯仲 都拥有爵士容颜 除了美貌之外 观众还经常会比智商 Angela Baby可以说是这档节目中出了名的高智商 每次只要玩推理游戏都能力挽狂澜 相比之下 白露的脑力在观众心里一直都是不如Angela Baby的 不过 在本期的节目中 白露和Angela Baby有了一次正面较量的机会 这次却是白露完胜了 在猜卧底的游戏中 孟子一抽到了有缘人 也就是卧底 按照规则 孟子一可以发展一名下线 但她是第一个出场的 对其他人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的 在这个情况下 选谁都是纯属靠盟 因为你不知道所有人的出场顺序 孟子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Angela Baby 从这个操作可以看得出来 在孟子一心里也觉得Angela Baby的智商高 可以帮助她获胜 当然 孟子一的运气是不错的 一号没人 她是二号 Angela Baby是三号 这个局势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最有利的了 不得不说 我彻底被白露征服了 这样的分析力真的是满分 大家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 欢迎订阅我来義足夺的 和我只听过资讯资讯会 分析就能走 在眉睹前方